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13日 我是FX168财经学员的点评师林海涛 开始今天的行情分享 这是美元指数日线图 价格昨天开出这样一根小阳线 那么就将前方的这样一个看阶刺透 这种K线组合形成了破坏 那么当前的这样一个组合的话 就是两阳加一阴 那么两阳加一阴 一般来说它代表了一种看涨的这种形态 但是我们通过小时级别来看一下 那么会发现这里的小阳线 所代表的这种看涨的形态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诱多的这种嫌疑的 通过一小时级别来看一下 价格前期这种上攻的话 一拖趋势线 那么随后进行了跌破 反抽这里的压力 反抽以后就陷入了这种横盘震荡的走势 那么在这种横盘震荡当中 我们发现这里有小的一个圆弧顶 那么昨天这里也有三波的这种上攻 上攻回下跌 上攻下跌 上攻下跌 这样三个尖顶形态 那么尖顶结合圆弧顶 这种资金出逃的这种形态的话 那么以及在这种反弹的高点的话 出现的话 实际上意味着这里的空方 在逐渐的控制这里的局势 那么多头的话 它的控制力是在下降的 看这里有个倒的锤子线 那么这根倒的锤子线的话 一方面创出了新的高点 但是收盘的时候收回来 就说明 它一旦创出高点 就被空方进行了一个打压 那么随后 价格在这样一个 长的上影的下方 维持这种横盘震荡的走势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可以关注 这根长的上影 二分之一压力位 做空的机会 那么这样一个压力位 是在98.40 那么通过小时级别的 这种结构性的判断的话 然后这种结构性判断 表明空方力量占多的话 那么和日线的这样一个 两阳甲一阴 这样一个看涨的这种 信号是背离的话 那么这种背离实际上就 大概领域是 昨天这根小阳线 它是一种 又多的这种 又多的这种走势 看一下欧元 那么欧元 在前期的这种回落走势 上过趋势线以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受到了一小时级别 60EMA的这两个压制 那么昨天再次受到这样一个压制 创出了新低 进行了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回落 但是这种回落的话 从指标上来看的话 MACD在这样一个位置出现了一次背离 那么昨天的话 创过新低以后 那么当前MACD二次背离 这种多次背离的话 实际上显示出多土的力量是在增强的 那么空方的力量的话是在趋弱的 那么一方面 我们持续关注这里的 一小时60EMA的这样一个压制 一旦价格上破这里的压制的话 那么就预示着这种回落走势 它得到了一个终结 那么后市的话将迎来反弹 那么我们从大二级别来看一下 那么当前的这样一个回落的话 已经回落到了 本轮上攻以来的 0.618回车位 那么0.5回车位的话 已经进行了一个下破 但是这种从小级别来看的话 这种下破 它导致了指标的 二次背离 那么下方 我们在这种日线级别 就关注0.618位置的一个 做多的机会 那么这样的位置的话 是在1.0095 那么在盘中的话 我们就关注一小时级别 61EMA 什么时候能被站上 一旦被站上的话 那么日内的这样一个反弹 就会开启 看一下英镑 那么英镑前期 上破这样一个 四小时级别的下降趋势线以后 那么就预示着 日线级别的这样一个 四浪 它从下沿 这种反弹开启 那么我们关注 一小时级别的 1.2820这样一个支撑位的一个 做多的这种机会 这个位置的话 是前期 这样一个下跌 所形成的一个 形成上破以后 所形成的一个底部极限位置 那么昨天也是回答到这里 然后形成了一波上弓 那么今天日内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1.2820 这样一个做多的机会 那么从浪行上来看的话 价格处于1浪上弓 2浪回调 3浪上弓 4浪这样一个 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么在4浪的 区间下沿位置 那我们就寻找 逢低买入 去看多的这样一个机会 看一下浪远 那么浪远在周线级别 处于轨道的上沿 压力位 那么我们寻找逢高 去做空的机会 那么日线级别 我们看一下 日线级别 通过11月8日的这根阴线 实际上就开启了 这样一个回调的走势 因为前期这样密集的 K反信号 显示出这里有压力 但是这个阴线的话 直接形成了下破 确认了这里 阶段性的一个顶部 所以的话这种 日线级别 下跌走势的这种 确立的话 我们就 寻找反弹去做空的 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反弹做空的 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我们放在 0.6875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是 4小时级别 60EMA 这样的压力 这根蓝线的话 就是 4小时级别的 60EMA 我发现前期价格 在这样一个均线 受到支撑 那么跌破以后 在反抽这里的话 那么支撑就会 变成阻力 看一下家园 那么家园的话 我们继续关注1.3195 这样一个支撑位置 这个做多的机会 那么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一方面是前期这样一个上破 上攻走势 压力位 那么上破以后 踩到这里 会有压力 变成支撑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下方还有4小时 60EMA 这样一个支撑 我们通过周线级别来看 价格 跌破这样一个 上升趋势线以后 陷入了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么在横盘震荡走势当中 在区间的下沿 我们寻找 缝低买入的机会 那么缝低买入的这样一个支撑点的话 我们放在1.3195 那么上方的空间 看到区间的上沿 这样的位置是在1.3385 这样一个位置 看一下锐朗 那么锐朗日线级别跌破 通道以后陷入了横盘震荡的走势 那么一个是在前高的压力 另外一个是在0.9985 这样一个压力位 我们可以关注这里做空的机会 那么通过一小时级别我们来看一下 价格在一小时级别当前 陷入了这样一个下降通道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可以关注这里通道上沿压力位 做空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放在0.9955 那么下方我们可以持续关注这里的轨道支撑 这里的支撑一旦被跌破的话 那么反抽轨道也是我们进行的这样一个机会 看一下日元 那么日元在日线级别维持这种通道上升 这样一种走势 但是当前受到了前高的压力 前期这样一个成交密集区 它的高点的压力109.30 另外上方的话还有周线级别 支撑于阻力的压力 109.70 那么今天是这个的话 我们继续关注109.30到109.70 这样一个压力区域所形成的一个做空的机会 黄金 那么黄金在4小时级别 仍然处于这样一个趋势线压制 那么下方进行这种阶梯形的这样一种下跌 那么我们从1小时级别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下跌的话 是否有止跌起稳的信号 那么昨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头 这种控制力逐步增强的信号 就在前低 在1448这样一个位置 价格开出了一个看涨的刺透的K反组合 那么昨天再次回落到这样一个K反组合 所形成的支撑的位置 那么开出了一个锤子线 这样在这样一种 在前低支撑位置 再次开出这种反转信号的话 它代表一种对称性的一个K反信号 这样对称性的一个K反信号 实际上表明那种多头上弓的这种意味 那么我们今天任意就关注 这样一种从1小时级别的这种 多头上弓的这种动能 它能否突破4小时级别的下降趋势线 一旦这里4小时级别的下降趋势线突破了 那么就意味着 从1515下跌以来的这样一个回调走势结束 那么也意味着 从1515 这样一种阶梯形的一个 多头键仓的这种 主力键仓的这种行为的话 它一种结束 那么后期的话会迎来这样一个反弹 那么后期的这种反弹 我们通过日线级别来看一下 一旦4小时级别的下降趋势线被上破 那么我们会发现 日线级别这样一个相提下延 也得到了一个收复 那么这样两个信号的话 那么就预示着多头 后时会开启从151457到上方的这样一个上弓 那么周线级别就将继续呈现这种四浪横盘 这样一个走势 那么一浪二浪三浪四浪 那么短线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四浪的高点在1555 那么周长线的话 价格仍然有这样一个第五浪 上弓的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的话今天日内 我们持续关注四小时级别 这样一个下降趋势线能否被站上 那么同时 这种站上也会意味着价格 在跌破前期这样一个低点 或者说区间下延以后 对区间进行了一个收复 看一下原油 那么原油的话 在周线级别仍然处于这样一个一浪上弓 二浪横盘这样一个走势 那么这样一个二浪横盘的走势 在日线级别 那么呈现这种从区间的横盘的下沿 以这种通道的形式进行这种上弓 那么昨天的这根K线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一方面上破了 这根长的上引的话 一方面上破了前一天的这样一个最高价 但是收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收盘价 却低于前一天的收盘价 那么这样一个K线的话 预示着这种空方动能是在逐步增强的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继续关注 上方这种轨道压力 做空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这样的做空的位置的话 我们放在57.10 是昨天这根长上引的二分之一压力位 那么止损的话 只要给到上方即可 那么下方的话 空间可以看到轨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行情分享 谢谢